邰教授 第一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关于如果一些病人有贫脱 是否适合打新冠疫苗 因为贫脱的种类都有很多 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病 令到他贫脱 又或者是缺帖性的贫脱 整体来说 贫脱的病人可以接受新冠疫苗 如果一些病人 是接受一些薄血的药物 他们是否适合接受新冠疫苗的注射 其实他们也是可以接受新冠肺炎的疫苗 要留意的 因为他们始终都是在吃薄血药 打在肌肉上的注射的疫苗 都有一个很少的风险 会引致流血的 针拿出来之后 就可能按住伤口 不久一点 可能五分钟等的时间 减低流血的风险 好多谢杰教授 给我们今天的节目 多谢你的邀请 多谢